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不养儿不知保娘恩 不下河不知水深浅 没生过孩子 你就不知了怎么回事 来的人不少啊 感谢大家的光临 每周的周五周六 我们在这儿说相声 以单口相声为主 为什么呢 平时这单口啊 不容易听得见 而且单口不好说 他不相对口 俩人说相声 给大伙说一相声 这么能搭茬 说一什么呀 一个人这么说 就闹得很 当然了 只要是今天来的朋友 都是喜欢听单口的 若不然 您也不来 人都这样 宅自己喜欢的事去做 每个人都是如此 有喜欢的 有不喜欢的 万物是一个道理 明月皎洁 万物喜其滋润 盗贼却勿其光明 大月亮地 大伙都高兴 唯独小偷 恨得很 这怎么下手啊 所以说 人都是这样 有喜欢的 有不喜欢的 人都有爱好 人也都有怕的地儿 是真的吗 是真的 说相声 有一位 刘洪怡 刘先生 怕耗子 大耗子 老鼠 一瞧 这个 完了 这人当时没活了 站那不会动 刘洪怡 鱼签 也说相声 怕什么呀 地上扔一虫子 拿脚往上一踩 只要鞋底跟虫子一挨上 这人算死了 害怕 难受 天津有一位留学人 刘先生 怕骂着 骂着 锅锅 蛆蛆 这类草虫 他怕 我也问过 为什么怕呢 他告诉我一个答案 我觉得他那脸不会动 看着肾得很 我也有怕的 我怕蛤蟆 当然了 我很喜欢吃炒田鸡 他蹦的时候 我怕 他搁了碟子里 我是很喜欢他的 人都这样 有喜欢的 就有怕的 不一样 我怕蛤蟆吗 可是所有的动物里边 就是蛤蟆这一样 除此之外 我都喜欢 尤其喜欢小狗 无论什么狗 我养了好几十只的 到现在为止 当然陆续有丢的 有死的 有送人的 多的多小 我都养过 没事上通县去玩去 那有一狗室 那天我还去了 周六上午 一进门 有一狗贩子 把我叫住了 你看看我这狗 多好 跟地上趴着呢 他手里牵着链子 就我这狗 真正欧著血统 祖传七辈 都是冠军 没这么聪明的 没这么灵的 没有这么好的狗 我说多少钱呢 一万四 买好狗一万四也是有的 我说有这么聪明 当然了 来站起来 给这大哥先学个瘸狗走道 来 别挨骂了你啊 就是瘸狗 骗人吗 要买狗啊 上人家这个 专业的养狗的人家里买去 这个呢 你能瞧得见 心里踏实 有保障 我喜欢狗 跟我一块说像那鱼签呢 喜欢猫 不知哪位喜欢猫啊 他最喜欢这了 家里边大猫小猫 养了十多只 什么时候出来 甚至都带着白猫 白猫男吗 就是他 就喜欢这了 当然了 在中国古代来说 喜欢猫的有的是 最有名的 明朝有一位 家境皇帝 最喜欢养猫 各式各样的猫都有 啊 宛平县 大兴县 每个月给这猫 进贡肉 每个猫吃多少斤肉 老百姓分摊 家境皇上最喜欢有一只猫 叫双眉 怎么叫双眉啊 叫这猫啊 遍体都是黑颜色的 唯独两道眉毛是白的 就跟双眉 就跟双似的 叫双眉 后来这猫死了 皇上坑得够呛 还养过一只猫 一个大狮子猫 据说很大 很肥壮 死了之后 皇上弄了一个金的棺材 装起来 纯金打造 装这死猫 埋在万寿山底下了 我再次郑重宣布 谁要看见这棺材 赶紧给我送来 我有用 谁也有用 于谦就喜欢猫 我们俩住的挺近 楼上楼下 我住楼上 他在我楼下斜着 那个那边那单元 有事没事呢 我出去遛狗去 他出去遛猫去 打链子拴着狗 我出去玩去 他也是 那个链子拴着猫 拴着那大猫 那链子四十来斤 我说这些猫 早晚死在链子上 到了外边 我们家这狗 他们家这猫 在一块打架 草地上咕噜 我们俩左边坐着 挺高兴 可是有意见 有的时候这狗 它终归是动物 野性难逊 哪天早晨 每天早晨起来 我放在下楼 他自己出去转一圈 跑完玩完了回来 准那么快等着他 开门自己进来 这天我一开门 吓我一跳 他嘴里叼着那猫 这么大哥 于谦家的猫 吓坏了 赶紧把这猫抢过来 死了 没气了 怎么弄 这玩意儿 我自己喜欢狗 我知道这个宠物主人的心情 跟于谦怎么说 于谦对这猫多好 家里边专门腾了一间房子 让这猫住 让他父亲回乡去老家 你这怎么教的 谦哥一片孝心 回了狗嘴里头了 说怎么弄气的 你说 打我这狗 我也下不去手 看看还有个劲吗 一点劲都没有 这猫整个一点没剩 全死了 脖子里狗咬着血 甚至还有泥 气的我 洗吧 来到这屋 拿水给洗 洗干干干的 电吹风给吹 吹完了拿梳子给梳 尽量弄得好看点吧 是吧 能够袜子套脑子上 脱这猫 翘翘下楼 左看右看没人 搁得于谦家门口了 赶紧跑吧 出去玩去 办别的事去 一个小时 电话响 一瞧 于谦 你说是接是不接 亏心的人 怕接电话 也不是事 楼上楼下 而且我回来必须经过他们家门口 他晚上在那接着我可受不了 接吧 喂 怎么着师哥 你找我一趟有事跟你说 完了 吓坏了 破案了 怎么办呢 这事 给他发一短信 什么事 能先告诉我吗 一会儿给我回了一个 见面说吧 挺奇怪的一件事情 坏了 要了 亲命了 再发一短信 哪儿见呢 告诉我呢 楼后面那小树林 那儿竟打架 那儿慌 不怎么走人 前两天跟那儿竟打架的 他让我上那儿去 你说不去吧 也不合适 去吧 我怕打不过他 咬咬牙 去吧 去了 他比我倒了早 一看这远远看 他车跟那儿 他站车底 以着车抽烟 我赶紧下车 师哥 师哥 怎么了 强作震惊呗 师哥 过来 不是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那猫死了 是啊 你跟我说说干嘛 我那猫死了 我把他埋了 怎么又跑我门口去了呢 吓死我了 啊 我哪知道去吧 我把你打个去了吧 有头开车 我就跑了 啊 开出一路口 停在路边上 摁着我的心脏 太恐怖了 我说 因为这个 我发的心脏病算谁的 这是真事 这是真事 当然了 这个 在中国来说 提起动物 大伙呢 一般来说都好干 尤其中国人 很善良 对这个动物啊 非常喜爱 古代咱们不知道 就拿近现代来说 好多方面能体现出来 中国人民热爱动物 那比如说 盗口烧鸡 内蒙那烤全羊 北京那烤鸭 宫廷乳猪 央蝎子火锅 这都大伙体现出来 宠爱动物的一种方式 尤其这宫廷乳猪啊 大伙这十二三天的小猪 刚给你老生宰了烤了啊 多宠他呀 你看看 暖得活活的 当然了 古代也有 不过在中国古代来说 一般这个动物 都是跟神话故事有关系 像当初有一个优美的传说 白蛇传 都知道这事吧 白蛇传 白娘子 小青 许仙 发海 他们四个 因为搞对象 打起来了 当然了 这里没有发海的事啊 也没有小青的事 白娘子 峨眉山 千年修炼 一条大白蛇 特别大 许仙呢 据说在上辈的时候呢 对这条白蛇有恩 许大官人 前世的时候 是一个牧牛的童子 天天骑着牛上 吹着那小笛子 后来我一惊韵大鼓 牧牛童儿 我只见他 到骑牛背 口横短笛 说的就是他 发现路上有条白蛇 那是白娘子没多大 有这么大 小孩捡起来瞧瞧 割路当中 很容易被车压死 再说这么小 也没多少肉啊 后半句话没说出来 可惜了 可惜了 给搁在边上 白娘子念他这点好 对我多好 没吃过 得了 找机会我就嫁给他吧 到了 转过一辈子来 许仙 换了身份了 成了一无业游民了 哎 在西湖岸边 发现了白娘子 过去有一个流行歌曲吗 说这件事 杭州 美景盖石屋 霜西湖岸 七花一草 死了几个清香 这春有苏地桃红柳绿 西亚长 和花影满了池塘 这秋观 明月如同碧水 东看 瑞雪 铺满了山岗 我表得是 厄美山 波舍下降 在这上天 怒恼了张 与黄 可以鼓掌了 再嘱咐大伙一遍 别等我唱这么鞋 好歹唱这句就鼓掌 咱们就气门口那帮卖鞋子 有这么一哥吗 说白娘子 后来俩人成亲了 挺好 后来 端午节的时候 这位发寒老禅师 走了大街上 碰见许仙了 这儿一喊的 来来来 许仙吓一跳 怎么回事 哪的这是 这位老方长 您什么事 要倒霉你信吗 要倒霉你信吗 你媳妇是妖精 许仙很不喜欢听 但她是念书人 她不能说别的 你媳妇才妖精 她不信 发还没办法 叹口气 你就作吧 你我告诉你 今天重阳佳节 你去买点熊黄酒回家 两口子一块喝 你看完这儿 喝完酒之后 她什么样 许仙很听话 买了一车熊黄酒拉回家 白娘子酒 酒量可以 喝个三五十瓶没事 她架不住多 你知道吗 一车 喝完了 白娘子觉得稍微有点高 薛薇的不太舒服 上床躺会吧 噗 一股子白烟 显了原形 许仙一瞧 完了 太恐怖了 吓唬一跳 我怎么办 我死了 躺下死了 白娘子一跳 这怎么办 想办法 先山稻草 倒了这灵芝 回来给他 喂一去 又嚎了 好了可是 好了 打这儿 洗两口子 这关系不行 为什么呢 许仙总琢磨不对 我媳妇是那大长长 白蛇 大妖精 瞧着就别扭 白娘子很着急 后来想这么一个办法 有一天 两口子中午吃饭 炸酱面 给许仙那 包了一头蒜 吃吧 许仙很生气 才吃了三碗就撂下了 你是那妖精 你是妖精 老叨了这句 白娘子 这怎么办 就这会儿工会 小青儿跑来了 姐姐可了不得了 厨房 您快瞧这去吧 有一条大白蛇 许仙很纳闷 白蛇在这儿呢 那怎么还有 咱瞧去吧 来到厨房这儿 你瞧 这大白蛇跟这儿 正耍呢 吓坏了 白娘子说 别动啊 看我的 哐 那属于纸 白蛇掉地去 一条手绢 白娘子拿去 瞧这个 是蛇吗 手绢 你看它多白 它怎么这么白 它怎么那么白 许仙还问了 它怎么那么白呢 清儿说 它是白的 三人一块说 废话呀 白娘子说 这回你放心了吧 看见了吗 你说它 它是白蛇 你说我是妖精 这回你放心了吧 我不是妖精 许仙乐乐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 我委屈你 我冤枉你了 娘子啊 咱们好好过日子 你真不是妖精 你是变戏法的 你是 中国古代传说吗 好多传说故事 都是跟动物有关系 过去还有一位 后裔 摄日 民间传说 那么这跟动物有什么关系 什么叫日 就是太阳 太阳里边 有一只火乌鸦 这乌鸦浑身上下 带火 天上十个太阳 这一拉六排开了 老百姓看着热 受不了啊 出了一位英雄 名字叫义 每天站在山上 练射箭 开始射不着 离这挺远的了 你想啊 太阳在天上呢 人在地上呢 天天拿着箭 站在山崖边上 这么射 练习射箭 这天正练着呢 来着这么十几个人 头带着斗笠 斗笠上面插着箭 来了 咱们聊聊 我们是山下的农民 这怎么回事 这个啊 有点准 说这事 好来练成功了 一射 射了九个 大伙说 义是一位民族英雄 了不起的人物 后来跟嫦娥结婚了吗 美女嫦娥 两人成亲了 成亲之后呢 后义啊 跑到西王母那儿 偷来长生药 有一种长生药 过去有卖的啊 现在 现在不多见 偷来了 说你看看这个啊 一共这么一盒 咱俩吃 吃完咱们能 长生不老 能飞下来 白事就睡觉去了 嫦娥呢 嘴急 也没等着她 自己一个人 弄张饼 卷起来 全吃了 吃完了 浑身觉着 糟弱难当 撑就飞起来了 李商隐 有这么两句诗吗 嫦娥 英会偷灵药 碧海 青天 夜夜新 说就这段故事 她飞走了 后义很生气 你这 太不仗义了 这是干的 哪须折 说 说好 咱俩一块吃的 是吧 你自己飞走了 当然了 后来 嫦娥又回来了 大西王母那儿 又要了点药 来 这你的 这你得着 后义很高兴啊 汤汤汤汤汤汤 全吃 也没旧饼 他这要劲大 怎么呢 嫦娥救干的了 他没救啊 吃完了 飞起来了 四百多麦 快 一会儿又飞回来了 头发也没了 眼睛也没都糊了 嫦娥一跺脚 笨蛋了吧 谁让你往太阳那儿飞的 烧着了吧 所以说中国古代 有关动物的故事 一般来说 都跟神话传说 有关系 这只是传说 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对动物的了解 并不是非常的多 可是呢 老先生们 前辈们呢 也有一些总结 有一些总结 比如说 你到山里去玩去 山民都会告诉你 碰见狼怎么办 碰见熊怎么办 碰见各种动物怎么办 碰见什么野草了 碰见毒蛇了怎么办 蹬一下蛇 咬了这手指头了 怎么办呢 拉一口往外作 把这血作出去 然后呢 在这个手指的根上 拿绳子 拿布条勒住了 不要让这个毒血啊 往里边蔓延 然后呢 赶紧出山 找这儿置去 只能缓一时 如果说你是等不了呢 你就 一切 也是个缓 当然了 咬到手指上 一切管用 咬到这儿啊 你就躺在那等死就完了 碰见毒蛇了 碰见狼呢 有办法 狼这种动物 骑性啊 既凶狠 又野蛮 而且是善猜多疑 狼这种动物 进山的时候 你最好带把雨伞 或者呢 弄根木头柜 这木头柜 吞在脑袖子里边 露了一头 走着走着 对面 来狼了 怎么办呢 你让他瞧胳膊这棍儿 这么一蹬 狼扭头就跑 怎么呢 他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啊 还能往外撑 到底里边有多长啊 他纳闷 当然最好是雨伞啊 雨伞是最好 瞧见他了 赶紧蹲下 赶紧蹲下 然后把伞打开 撑开了 狼就跑了 瞧着是个人呢 挺高的 怎么挫了呢 而且是尖的 怎么又圆了呢 跑了 当然了 他要是剑多了 他后来他也不相信 他知道那伞 所以呢 你就带一个那个 摁的那个 就是 也好事 也好事 当然了 这个法不是百事百灵 一般来说呢 不碰见狼 这法挺好事 我可不负责啊 哪位金山啊 带着四把雨伞 碰见狼群了 若干年后 发现四把伞 跟一堆医生扔地上 这可别找我啊 我不承认 这是狼 还有这个 熊 熊这东西有意思 个儿也高 大狗狗 胖 壮 黑的居多 白的少 大狗熊 棕色的有 有黑色的 什么这个 马来熊啊 黑熊啊 棕熊啊 北极熊啊 各式各样的都有 熊这个动物有好处 过去来说 熊胆 能够配药材 治病 熊掌呢 能吃 熊掌是八针嘛 当然得好厨子 因为这个 发的过程当中啊 怎么泡啊 怎么拆骨啊 这什么是学问 弄好了很好 弄不好呢 就跟那个 穿了球鞋的 那个脚似的 那个摆桌子上 不老好吃的 这是熊掌 当然了 说你要跟深山老林里 碰见熊了 挺麻烦 为什么呢 你打不过他 他站起来好 两米多高 那劲也大 其实大伙误会 熊不是很凶猛 他瞧的人 他高兴 你走到山里边了 熊也走山里边 熊乐了 你瞧 越看越高兴 这么热的天 你瞧人家换衣裳了 我还穿着皮靠呢 你说你 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咱们拥抱一下吧 他把你搂住了 搂住他瞧你 我这脸这光滑 看自个儿的脸上 这大皮套 你说你这脸怎么那么光滑呢 我舔一下不就更光滑了吗 大舌头一舔 上面都倒刺 这半老脸连皮带着都没了 血也下来了 太纳闷 你瞧 一下给舔脏了 我再来一下吧 三下 看见脑子了 这是熊 那么说熊的浑身上下 你是拿棍子打 你是拿板砖K他 一般来说都不管用 唯有胸前这白月眼 打这儿 才是致命的 为什么呢 他身上穿着铠甲 有人说胡说 光看他穿皮带衣了 哪瞧见铠甲了 你没明白 这个东西啊 他爱在松树上蹭痒痒 松树好多的松树年啊 留下来的胶水啊 他没事跟什么蹭痒痒 蹭完之后呢 跟地上一打滚 地上有那小石树子 都沾上了 身上就修了马路了 拿炮筒 撑死一跟头 没事 非得是打胸前白月眼 有经验的猎人都是 拿着枪等着 找一甲栏 据好了 赶他一站起来 当一枪 打胸口这儿 一枪打不死 你赶紧跑 他会追你 这一追不要去 拿风望里一灌 顺着窟窿 风望里一灌 他难受 他就蹲下了 这一蹲下 肠子什么呢 顺着空就出来了 他聪明啊 他拿爪子啊 缠好了 他往里边送 送进去之后 他接着跑 就又带出来了 来回这么几下呢 血流差不多了 也就死了 啊 大熊的秘诀 那么说 就是为了吃熊掌 才逮着熊吗 也不是 山区里边这些山民们 有的时候是为了得蜂蜜 悬崖峭壁 有这个蜜蜂的藏的蜂蜜 人够不着 唯独熊上了去 他知道跟哪 弄来之后 刨壳买好了 盖上土 他也吃 也为小熊 弄一堆小熊 都弄出来 带他们去吃蜂蜜 来到小河这 头趟拖过 仨家 二趟拖过 五个银 都弄过来之后 怎么喂啊 嘎着窝 一边夹着一个 手里还抱着一个 来到这 把这蜜蜂 这个蜂蜜弄出来 拿爪子一刀 往嘴上抹 抹一个喂一个 抹一个喂一个 这也不如脑子不吃了 倒下来 嘎着窝 这个弄出来 这仨都喂完了 送回去 再喂这仨 倒着半喂 最后他吃 哎 山民们 猎人们 一瞧见 他埋这儿的 偷着 把蜂蜜偷走了 还有的人开玩笑 蜂蜜是弄走了 给弄一桶大粪 搁这儿 狗熊哪知道啊 带着孩子吃饭来了 来赶紧赶紧 就是有新鲜的 来来来 来来 来了 弄到这儿 都夹好了 拿过来 一掰孩子这嘴 那玩意能好吃吗 一步脑子 不吃 不吃换一个 这也不吃 仨都不吃 他挺生气 不吃我吃吧 俩手一捧 更臭 自己也臭了 仨孩子也臭了 怎么办呢 洗去吧 带着仨小熊 在河边 可是小熊淘气 真放下洗这个 那俩都跑了 怎么办 有办法 找块石头压上 多大了 他也没准 反正他多的劲 就搬多的块了 搬好压得了 给这洗 洗干净一接 这石头 压死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